很早你就去過以色列 我對我35年前就去過以色列 那時候以色列還沒有開放觀光 然後我記得我那時候的簽證 還是在伊品大廠裡面 以色列跟台灣之間的軍火商所 蓋發給我的 所以那時候去到以色列的時候 你會發現 哇每個那時候格蘭高地 每天都有這個戰火 所以當你第一次到那個以色列的時候 你就覺得 怎麼跟我想像的不一樣 所以每個人都帶一個物資槍 然後那個老師帶著小朋友去 做旅遊的時候 老師帶一個物資槍 然後所有的兵士 女兵 你只要是任何軍人 只要按一個手 每個人就可以把你載上車去 所以他們那個地方 是對於軍人是非常的 所以你會看到很多 很漂亮的以色列女性 18歲這麼漂亮 可是穿上軍服 他們就是服兵役 甚至是我那個時候是這樣子 現在我的女兒 他們在國外當中 特別在高科技公司 發生這件事情的時候 你會發現以色列的人 是每個人都越來越 是要申請回國去 他們這種全國皆兵的 這種凝居力 即使你在國外 到了18歲 即使你上了很好的大學 你甚至到了一個非常好的公司去工作 可是他們都認為這兩年的兵役 無論之後他們都要回去 那這點是我覺得 一個這麼大的一個凝聚力 是完全是非外人所想像 所以以這件事情來去看的話 你會發現以色列這麼以科技 重複到剛剛所提到的 那這次被哈馬斯狠狠地打了一個巴掌 然後他們開始必須要做很多的解釋 特別是你提到的納塔亞胡 他本身就是個非常極右翼極右翼的 他不斷地他的一些的政策策略上面 說實在的這個哈馬斯真的是被逼到狗急跳牆 當以色列決定要跟沙烏地阿拉伯 開始做一些建交 然後你不要忘記這個哈馬斯的總部 是在尼巴嫩 然後後面有伊朗 然後當你他們當時候本來這個 你看這是沙烏地阿拉伯的反應 雖然他們過去來說也慢慢想要跟以色列建交 然後可是這些遜尼派的大佬 還是有些遲疑的狀況之下 他們沒來演去 可是慢慢已經往這個角度去走的時候 你覺得這個哈馬斯 未來如果沙烏地阿拉伯跟以色列建交 然後他們這個本身 這個巴勒斯坦裡面的法塔政權 也對這個哈馬斯這種游擊戰隊 也是非常的感冒 因為他們是太過極端了 所以本來是巴勒斯坦跟以色列 他們都互相承認可以有兩國論 可是哈馬斯就已經面臨到一個狗急跳墻的狀況之下 他們沒差 他們又這種有自殺式的一個攻擊 你被發現全世界重新又開始認識這個組織 雖然每個人說他是個游擊戰隊 沒有這個很強姦的這個彈藥炮戰 可是他們這一場打贏了所有的大家的驚訝之外 當然以色列必須要有很多需要自己檢討 剛剛已經提到了 他們太重視高科技 可是你必須要把這個仗 從1973年開始的 這個所謂的贖罪日的那個時候 那可以說從過去到現在彼此之間所造成的民族 種族等等之類的 我覺得不是這一次的戰爭結束就可以結束 這個部分是完全是無解的 只是在這個時候 在距離這麼高科技的戰爭 在這個所謂的俄物戰爭 還有美國也在派了他的福特號的 這個所謂的航空這個戰艦在旁邊圍堵的時候 你是激發每個人 你沒有發現現在即使大家都非常的不斷的譴責 哈馬斯他的這些慘烈的手段 可是每一個人要跳下去說支持誰跟誰 並沒有 所以大家都還是有點隔岸的觀看 因為大家很怕隨時在第一個時間之內跳下去支持誰的時候 搞不好就讓自己的國內的動盪會因此不知道 所以這件事情我相信以色列會採取最激烈的手段 因為他們是極右派最激烈的手段 這個面子要討回來 即使有人質在他們的手上 但是這一場他只用大軍轟轟炸 但是遊擊戰爭你怎麼用大炮 你完全沒有辦法 所以這也讓他們陷入了一個進退懶人的狀況 我們只能說這件事情對於拜登 對於中國多於俄國 這彼此之間強權之間來觀看這件事情 我覺得後續還有很多東西 我們是需要值得觀察的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